评价一边倒的这样一个现象 这在以前也是不多见的 以前至少是有不同观点的 那么黑灯先生 这是不是跟中国媒体 在老百姓当中 这个心目当中的形象有关系呢 您的看法 如果说在国内没有公信力的话 在国际上有公信力 就是很困难的 我认为这对于中国政府 会是未来越重要的问题 现在中国政府已经决定 要限制许多年轻人 还有专业人士 在网路上的使用 中国政府也非常努力地去限制 他们认为会带来不稳定的 这些网路上的讨论 还有这些活动 所以中国政府做了这样的决定 他们甚至呢 还要对于Google 谷歌的这个使用呢 也要有所限制 这不但呢 影响到其他国家 对于中国政府的看法 也影响到中国自己人民 对于政府的看法 也影响中国的经济 因为中国有很多公司呢 是透过网路在做生意的 所以如果中国政府 要开始限制网路的使用 去限制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话呢 中国政府就一定会 公信力会受到影响 不只是国外的人对他不相信 对于国内的这个人民呢 对他也会不相信 会失去公信力 好的 美国哈佛大学一位教授呢 叫做约瑟夫奈伊 奈伊教授呢 最近在华盛顿邮报 日前在华盛顿邮报 发表一篇文章 他这个文章指出呢 他说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呢 主要应该源自于 应该来源于这个国家的 自由公正的这样一个市民社会 他说中国在最近中东和北非 民众出现抗议浪潮 这个以后呢 中国政府心有余悸 加强了对国内媒体的监控 和对异议人士的镇压 他说这种做法呢 恰恰呢 就和提升一个国家的 软实力的愿望呢 实际上是南辕北辙 是背道而驰的 那么黑灯教授 您如何看待 奈伊教授的这种观点 软实力和这个一个国家 目前的所作所为 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中国政府 对于他们的软实力 如此的在意 这我认为非常有意思 但是他们同时呢 却又这么限制 还有限制网络的使用 还有其他媒体的使用等等 所以这些新闻呢 在国际社会上都是看得到的 这的确影响到中国政府的公信力 也影响到他们的软实力 所以中国政府如果想要加强 他们软实力的话呢 就不应该做那些事情 而是应该要去重视 政治的价值观 中国政府的行动 应该要言行 应该要言行一致才是 好的 现在呢 我们有一个网民 通过电子邮件 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他说虚假误导的中共宣传呢 实际作用就是激起民众 对宣传者的反感 因为这表现出呢 他对民众智商的藐视 建议美国要求中国政权 对等开放美国媒体 在中国进行传播 否则就要禁止 中共媒体在美国的宣传 这样或者可以让中国人民 获得更多客观真实的信息 或者可以让中共 少糟蹋一点人民的血汗钱 您认为就是黑灯 您认为我们这个这个电子邮件 我们这位网民表达的观点呢 挺有意思 他建议美国呢要求中共政权对等开放美国媒体 在中国的传播 那么现在中国对西方媒体在中国的传播 有什么限制吗 我认为这个电邮呢 说得很对 但是呢 中国政府已经限制了 其他国家的记者进入中国 你如果看 在美国可以看到的中国记者的人数 还有在中国可以看到的外国记者人数是差很多的 所以 很重要的就是 中国政府应该要理解到这一点 就是他们如果想要 让别人认为他们是开放的 是有透明度的 想要提高软实力 其中一个就是要让记者能够进他们国家 好的 现在我们听众 我们线上有很多听众观众朋友们在等候 我们建议我们剩下时间不多了 建议每一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电话来 简明额药 好的 下一位是澳大利亚的孙先生 澳大利亚孙先生你好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是 关于中国年轻一代 是国内一直封锁 设计俄罗 例如Facebook和Twitter 而如果Facebook如果在中国开放 也会是有限制 因为有些言论是个人发表 但是可能国家的主权不一样 这样的话 在国外的话 这属于是个人发表有言论 但是在国外的话 你如果发表一些文章 或者是连接 好的 澳大利亚的这位先生 您的手 您可能是用手机在打电话 线路非常不清楚 但是我们已经了解您的观点了 下一位是黑龙江的王先生 请务必简明额药 王先生你好 先录断了 下一位江苏的徐先生 徐先生你好 江苏徐先生 下一位安徽的王先生 王先生你好 安徽的王先生 请讲 抓紧时间 讲 听得见 请抓紧时间 一个我想 据我说这 中国人对中国政府的满意度 或者体分满意度 要高于奥巴马政府 第二个我想提点建议 你这个问题 对不起 安徽王先生的线路断了 但是他的问题 我们听清楚了 他说中国政府的公信力 实际上要高于奥巴马政府 在美国的公信力 您没有多少时间呢 20秒的时间 奥巴马的支持率 这个比较 我认为中国政府 是想要和美国 继续加强伙伴关系 但是我想要谈谈 其他打电话进来的人 说的话 中国很在意 他们的技术 网络的技术 比如说脸书 还有推特 还有谷歌 这些技术 中国如果继续 有所介入的话 我认为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好的 时间关系 今天我们实在是 言由未尽 我们以后再找时间 来继续探讨这个问题 今天的 实时大家谈讨论 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美利坚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传媒项目教授 克雷格黑灯博士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我们也感谢各位听众 观众的收听 收看和参与 通晓美中大师 锁定美国之音 除了通过短博和卫星电视 接受美国之音的节目之外 您也可以登陆 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以现场视频 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并浏览其他最新报道 和音像资料 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